此時此刻 是我們高雄轉型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大的建設都在我們高雄進行 尤其是最具指標性的 就是台積電要來高雄 台積電為什麼要來高雄 道理很簡單 有一個好市長 有一個好團隊 還有一組在中央非常有影響力的利卡委員 包括許智傑 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如果我們這個團隊一直繼續努力下去 我們高雄就從以前的重工業 到我們的發展新型的都會 到下一個階段 高科技的中心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在對高雄來 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高雄未來 要怎麼定位自己 我們要定位是一個 未來的未來性的科技發展的城市 這樣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找到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我們都市可以發展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文化活動 我們會進來的